泰雅齊老在織女們的織布前吟唱祈禱 希望天上的複合祖靈 為雷莎達巴斯和泰雅族帶來祝福 泰雅族青年藝術家雷莎達巴斯 這次跟禮善藝術空間合作 舉辦各展Royach 意思是眼睛 展品從泰雅重要的零星圖騰祖靈之眼出發 柔和多種媒材及表現形式 希望橫跨傳統與創新 重新演繹部落的文化記憶 雷莎達巴斯的部分就是 我覺得他自己跨域的能量很強 所以有很多跟泰雅文化可以互動的部分 讓大家可以不要想到 原民文化好像一定就是很傳統 它可以很創新 然後把這些文化語言用新的方式轉譯出來 然後在各個層面上面呈現 談到如何看待泰雅年輕一代正在做的文化工作 部落齊勞表示 住在城市裡的年輕族人 接觸部落文化的機會較少 希望年輕一代能更積極地向齊勞請教泰雅的語言和文化 而齊勞也很願意傳承 所以很多事情就要盡量把我們的 把我們的整個交給我們的下一代 所以我希望我們的年輕要加油 盡量把這個極老拿入到他們的那個學習的方向 但是沒有錢怎麼可以給我一杯就好了 雷莎達巴斯認為在泰雅文化附贈中 最困難的是凝聚族人 以此展覽的主要展品 毛線之坦就象徵了部落的凝聚 七隻神獸則代表了台灣特有生物及兼實鄉的七個村莊 希望透過這次各展遷起族人 祖靈 自然與泰雅文化的連結 我覺得要把人整合起來是最累 因為你知道這個文化已經斷了八十年了 八十年你要把一個文化再重新附贈 它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我們只能把所有的精華 所有的東西在這一刻展現 就是收集所有的田野的資料 在這時候去做一個展驗 或是分享或是轉譯 所以其實對我們來說是蠻自由的 展覽從八月二十四日起到九月二十一日 門票商品與藝術品收益 將繼續用來支持泰雅文化傳承工作 蕾莎達巴斯也提到 八月三十一日將在新竹縣五峰鄉 舉辦泰雅音樂節 到時歡迎大家前來 原視新聞劉真 嘎嘩 台北市採訪報導 市民就在此 台北市 操